各位观众,大家好。 各位,你们大家喜欢快乐吗? 当然。 但是快乐从哪里来呢? 有的人说,我吃得好,吃得好,当然就快乐。 有人说,我到哪里旅行游玩,当然我就快乐。 我有个名,有利,我当然就快乐。 其实,从很多另外的方面,还是有很多快乐的。 快乐哪里来?我有四点意见。 第一点,快乐从尊重中来。 你对人尊重,人家也对你尊重,你会快乐。 你对人不要伤害,人家也对你起了恭敬心,你就会快乐。 第二呢,这个尊重从服务中来。 你所谓服务为快乐资本,像现在做义工。 我到医院里面做义工。 到这个苦难的地方,需要人力的地方,我去做义工。 我做义工,人家就感谢我,所以情人万事啊,感谢我的帮助。 我虽然没有得到谨情,可是我谨慎上啊,得到了很多的欢喜,快乐。 第一时间呢,快乐是从勤劳中来。 勤劳,比方说,地下很长,我把地下少干净。 我和情景,我就感到快乐了。 衣服很长了,我把它洗洗干净。 那儿春节都舒服啊。 你勤劳,不勤劳,这样不肯做,那样不肯做。 到了最后啊,对了,自己本身很长乱。 很没有这个条件呢,就感到不快乐。 第四点呢,快乐从哪里来? 从禅行中来。 我们有个星,星好像工厂一样,它可以制造好的产品,也可以制造那些不良的产品。 禅行可以制造欢喜快乐,也可以制造烦恼无名啊。 所以因此,我们如果有禅行,把它制造成人我一如,动静一样啊。 来一句都是,都看得错,看得不错。 所以提得起,放得下。 人生,这是快乐,我是用不完的。 所以,我这个以上啊,快乐从哪里来? 这个诗的意见。 第一点,快乐从尊重中来。 第二,快乐从服务中来。 第三,快乐从勤劳中来。 第四,快乐从尊重中来。 希望大家能了解。 谢谢各位。 请不吝点赞 。